沙拉三部曲第三部 猫头鹰一言值千斤 第七章 沙拉在学校的碧柜前停下 打开自己的柜子 塞进外套和书包 拿出那本她正读得津津有味的书 书是图书馆里借的 还有她装着午餐的纸袋 嗯 真香啊 她觉着 实际上柜子里闻起来 全都像是肉糕三明治的味道 那是妈妈早上给她做的 她把图书馆的书往胳膊下一夹 又眯眼细细瞧了瞧 午餐袋里的东西 她很高兴地看到 里面有一只红彤彤的大苹果 两个巧克力曲奇饼 还有一块包得好好的三明治 沙拉看午餐袋看得那么专注 也没留神自己往哪走 于是就轻轻撞上了谁的肩膀 她吓了一跳 抬起头来 嘴里道着歉 正好迎上安妮特快乐的眼睛 嘿 沙拉 你好吗 挺好的 不好意思撞着了你 就是块肉糕三明治 我想自己也欢喜过头了 什么 一块肉糕三明治 我的午饭 你怎么吃 我正往自助食堂去 哦 那太糟了 沙拉说 半开玩笑半当真 沙拉知道今天是星期二 而就沙拉所知 每逢周二学校午餐 供应的热食是汤 蔬菜牛肉营养汤 门庭招牌上的午餐菜单 骄傲地宣告着 但这些年来 所有吃过这道汤的学生 都称之为沼泽炖汤 其实汤的味道也许并不太坏 但那看上去可不敢恭维 这怪里怪气的汤 主要是些长长的 细丝状的蔬菜 煮过了头 搅合在一起 也变不出是些傻玩意儿 一到蔬菜牛肉营养汤这天 沙拉和大部分学生 都想法子避开食堂 哎 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吃呢 沙拉还没细想 就脱口说了出来 况且我从来也吃不完 我正打算出去 坐在树下看书 想去吗 哦 我不想吃你的午餐 沙拉 我就去看看 蔬菜牛肉营养汤好了 听上去也还不错 不好 你相信我 吃这道汤的人 连饭菜跟树皮都分不开 就像基米 他没有不吃的东西 要么就是一些饿死鬼 相信我 安妮特 你不会喜欢吃的 安妮特笑了 沙拉 你可真有意思 好啊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沙拉情不自禁地喜欢安妮特 她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她想喜欢她 但她又想不喜欢她 我真是精神分裂 沙拉想 哦 好了 沙拉在自动售货机前停下 投进一个二十五分的硬币 她拉了下控制杆 一只胀鼓鼓的薯条袋 从槽子里滑了下来 薯条配什么都好吃 你说是吗 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两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 买了两罐橘子汽水 这里可选的不多 她对安妮特说 不过 哈 只要二十五美分 沙拉和安妮特在学校的草坪上 找了块有阳光的地方 沙拉摸了摸草 确定清晨的露水已经干透 接着重重地坐了下去 她撕开纸袋 铺在它们中间 全且当作纸餐桌 然后打开肉糕三明治 哎呀 真香啊 安妮特说 一边看着沙拉小心地 打开包三明治的纸 沙拉将三明治切成了两半 沙拉自己拿了一块 又连着纸将另一半递给安妮特 很细心地 不让手指碰到那半边三明治 安妮特微笑了 她没法不注意到沙拉有多细心周到 两个女孩子同时咬了一大口 一边用力咀嚼 一边注视着对方 哦 沙拉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你怎么舍得分一半给我 真是好吃极了 三明治的味道的确鲜美 沙拉也认可 但她确实认为 安妮特的反应有点过头 我很高兴你喜欢 安妮特 可只不过是块肉糕三明治呀 嗯 不管怎样 反正好吃 安妮特又咬了一小口 咀嚼起来 慢慢品味了很久很久 沙拉确信从没见过 谁像安妮特这样 那么认真地品味一块三明治 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她没伸手去取薯条 也没喝一口汽水 她完全专注于那块三明治 直到吃的一点不剩 接着 女孩子们吃完了薯条 喝光了汽水 沙拉看了看苹果 明白实在没办法 把苹果切成两半 于是就把手伸进纸袋 取出那两个巧克力曲奇饼 曲奇饼是沙拉和她妈妈 头天晚上做的 他们做了两大炉 足够家里人看电视时享用 还可以存几块 在冰箱里留作下周的午餐和点心 沙拉把一块曲奇饼分给安妮特 安妮特毫不推让 她一口咬下去 闭上眼睛 赞叹着 哦 沙拉 太好吃了 沙拉笑了 这姑娘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她从没吃过肉糕三明治 难道她从没吃过巧克力曲奇饼 沙拉喜欢巧克力曲奇饼 沙拉其实喜欢所有的甜饼干 但她不像安妮特喜欢曲奇饼那么个喜欢法 远没有那么喜欢 灵响了 两个人都吃了已经 喝 这一个小时真短 沙拉说 你开心时时光总是飞逝 沙拉 太谢谢你和我分享午餐了 真好吃 没什么 沙拉说 一边站起来 扶去腿上的碎屑 我乐意呀 哦 我差点忘了 安妮特说道 今晚我去不了树屋了 爸爸说她有事 要我们一放学就去做 所以我得直接回家 哦 好的 那么星期一见 好的 再见 沙拉看着安妮特向教学楼奔去 她内心感觉多么奇特 复杂啊 安妮特真让人难以琢磨 她那么漂亮又聪明 人又那么好 从大城市来 却会为肉糕三明治 和巧克力曲奇饼 高兴得不得了 哦 好了 沙拉耸了耸肩 进了教学楼 Yes